嗨 大家好 我是丹猫 很久沒回中正校園 好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拖他的服務 他來念書 我終於到公學院 我又當你的學妹了 唉唷 非常好 很厲害喔 今天住的這次校友會館 有點像校友會館的地方 那他叫自圓樓 我幾乎每次回嘉義呢 都是住在這個地方 一個晚上其實也蠻便宜的 我們住那個秉室 就是雙人房 然後兩張單人床 是一千塊 同學你哪個系統 你猜 你是好吃 會聊 最近工作不是那麼順利 還在尋求突破中 好吧 既然來到嘉義了 那就到奉天宮走走吧 順便祈求神明保佑 進門後有一個龍型的許願池 丟幾個硬幣看看 第一丟 第二丟 嗯? 哦 原來是要丟下面的洞 每次來這裡 都會讓我覺得心裡很平靜 看著遠方的天空 非常悠閒 這次我有跟神明 求了一支籤 把握握好幾次才求到 名子第13首 怎麼看 下面有寫線的 名子啊 然後字在哪裡 哦13 紫醜 紫紫 哦 嗯 嗯 所以這首詩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他在講 聽起來你就是遇到難關 雖然想盡辦法 都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這個 就要像 船一樣 但是你就是要堅守住 慢慢的你就是 步步高升往上 就會上到那個高攤上 就是 你遇到 就是 有點低穩的時候 他都會講說 後面其實都會 慢慢往上 但是就是 不要太緊 嗯 そうですね 可是我不知道你問 問工作 問工作啊 對啊 還要充實自己 哦 但是只要 你看看他有寫 不必難過 考驗你的時候 只要能克服困難 你就有光明的強成 嗯 嗯 厲害 啊 這是人家解釋的 不是我解釋的 你喜歡嗎 蛤 什麼 什麼 雙空加倍 是一間 坐落在嘉義市巷弄間的咖啡廳 一進門的長廊啊 彷彿走向一個秘密基地 店內陳列各種老時代的擺設與家具 讓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文青的氣息 店的外面是一個可以拍照的空間 非常好拍哦 店裡的甜點也是不馬虎 蛋糕都很好吃啦 飲料也很透心涼 那天我們待到晚上 晚上的氣氛也是非常棒的哦 我喜歡的 我覺得這間咖啡店的感覺 我很喜歡 就是還蠻輕鬆的 就是整個裝潢也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我以後如果說有買新家的話 我裝潢應該也要做成這樣 人生不就是求個簡單的快樂嗎? 這次嘉義小旅行 讓我對未來有了方向 期待下次的旅行囉 啊